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至Joe Spy公布2020读者大奖获奖名单 刘亦菲获得最佳女演员 其主演的花木兰展获最佳电影 随后刘亦菲录制视频发布获奖感言 并在微博晒出获奖截图 写道哇高兴很好地鼓励感谢感谢 事实上这也不是刘亦菲第一次凭借花木兰获得国际性大奖了 此前在好莱坞历史最悠久的年度颁奖盛会上 刘亦菲主演的花木兰就曾获得过人民 选择奖年度最佳动作电影奖 当时消息传到国内后 刘亦菲作为电影的女主自然事与有荣言 粉丝在网络上也是各种夸赞 不过此次获得英国读者大奖 网络上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网友表示刘亦菲所获得的这个读者大奖就是一个演技奖 完全就就是靠粉丝投票选出来的 此外 该网友还表示该奖项在国外并没有什么人气 刘亦菲获奖后 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只有十几个人送祝福 数据个位数 视频播放量几百个 英国人自己都不关注的网站 怎么能代表英国人推英国读者选择奖呢 总而言之 在网友看来 刘亦菲获得的这个奖项 并没有什么含金量就类似国内流量明星的某些访单一样 只要有粉丝就足够了 而且该网友还表示刘亦菲主演的 花木兰在国外预估总收益不到十亿 但其成本却超过二十亿 也就是说花木兰让迪士尼亏了十几亿 此外 该网友表示花木兰在国外没有那么火 国外的社交网络上与之相关帖子 基本上都是在讨论动画版的花木兰 而且刘亦菲在国外社交网络上的数据 在电影上映前后变化不大 点赞最多的还是他官宣花木兰的帖子 而刘亦菲粉丝 拉踩国内观众多少都有点不地道了 总而言之 刘亦菲的数据也好 口碑也罢 在国内和国外几乎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局面 粉丝仗着吃瓜群众很少去外网 就在国内网络上吹捧刘亦菲的花木兰 给吃瓜群众造成一种错觉 实际上却不是如此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是花木兰让迪士尼亏了十几亿 但这也不能全怪在刘亦菲一个人身上啊 说白了刘亦菲就只是一个演员 她是能决影响票房 但决定不了票房啊 而至于口碑问题 或许没有粉丝吹捧得那么高 但也不至于像某些网友说的啥也不是啊 毕竟是第一部迪士尼真人电影的女主 就凭这一点 刘亦菲确实很优秀啊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